大家好,又回到American Pie,今天是John Constantine,Hell Bracer 香港也是叫魔奸行社 大家可能会认识多些,漫画就说了一次 我们可能会讨论他的影视作品 如果影视作品,我想最出名的当然是乔里维斯拍... 我忘记哪年,我还在加拿大 05年拍的Constantine 其实我第一次说,我看的时候不知道是漫画改篇 因为他真的不像 那时候,虽然在最后看一招你就知道 如果真的漫画迷就会吊到这部电影 因为他改了很多设定 但本身呢,你想想这个故事有多厉害 他就算一部电影都改了设定 都可以这么吸引人,其实这本真的是好东西 那导演是谁呢?Charles Bay Princess Lawrence 他拍过什么电影呢?除了《魔奸行者》之外 基本上大家都看过,大家都好像有割过凳 I am legend I am legend 是的,他也拍过电视的 我免得你再吊下去,搞不定 但我想这部电影就暂时是他人生中是一部好东西 因为他这部电影改了什么设定呢? 首先就是... 造型 造型还可以... 应该这么说,本身大家都知道 Constantin有个Signature 就是他不停吸烟 结果这部电影他也不停吸烟 但他变了一部禁煙廣告 他基本上是差点 未有个人走出来说 我很后悔吃了烟,大家不要犯我的错 不是,有个小女孩走出来 叔叔,你不要吸烟 你给我吃 只差在这些 首先他改了个设定 我没记错,Constantin是一个神职人员 或者是跟教会有关系的人 也不算 他也是追魔人 也是追魔人 但是因为我看到他跟神父都很熟悉的 他有他忏悔的 另外一件很特别的就是 他的性格也不太狠 簡直是有情有义 谁知道他不狠 他一开始有一个女主角 叫Angela Rachel Weiss主演的 即是这个Mummy 那个系列 中文叫什么 杜姆迷城 杜姆迷城 系列里面的Mummy 正常 人家被恶魔追杀以Constantin为人 他怎会不要自己的命去帮你 第一时间当然走 第一时间当然走 但是他不是 他直接帮这个女孩 甚至乎帮到什么地步 他为了她落地獄 因为他说他女主角的孖山家姐在地獄 他就为了了解这件事 究竟为什么你会给我按摩 他就帮他落地獄 其实是很大的冒险 不过我要给Cready 他落地獄的景色是很漂亮的 因为他落地獄那段 我想是有点像一般神打 就是用一些不知怎样 垫垫自己 然后窒息又等等 落到去 他要浸冰水 要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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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猫 因为他说猫是一个通灵的物体 到最后说要电 因为那一刻他真的要深入苦悦 其实那个景是弄得很漂亮的 你看到到现在 虽然陀地驱魔人 虽然摆到整套是抄 但是他连落地的景色也抄得很足够 那种荒蜂的感觉 一般人可能看到很多地獄 就是什么都没有 有熔岩的那样可能是山洞 那他就不是的 他就是一个很颓废的城市景 那里面有些很冷的恶魔 很冷的恶魔 还有这个不单是禁煙广告 就是叫你不要自杀 为什么呢? 他提醒了很多次 就是因为Constantin曾经试过自杀 所以无论他帮上帝拘几多魔 做几多好事 他都没有办法上到天堂 这点我觉得有点不像Constantin 因为以他的性格 他无所谓 他无所谓 我不是计算自己的命长一点 你都知道 但是他有一个回应 就是因为他自己知道 他地獄那里有很多陈家 所以他一直要做好事 希望上天堂 就是因为他很害怕落到地獄 被那些魔王搞够 即是自愿性的社会服务令 是吧? 是的 自愿性的社会服务令 想着将功补过 但其实那一部电影又说到 他又很委屈 或者是什么呢? 喂?我为什么要自杀呢? 仆佳我阴阳眼 我小时候被嚇到我 全家产的时候上帝在哪里? 然后被嚇到要自杀的时候 你跟我说 因为这样你就要落地獄了 所以才是玩够我 而且这部电影呢 有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加巴烈 天使掌握加巴烈 但是这个加巴烈呢 他的电影很棒 我不是说他漂亮 是很有character 是的 其实这部电影呢 我想另外一件 其实吸引到大家进去 是因为他很星光一一 除了其樂里维斯 女主角是Rachel Wise 杜梦迷城 Gabriel Tilder Swinton 其实都已经在 熊的 那时候是熊的 就是很多的 如果大家有看开戏的话 其实他也是做不少的 性格女性 整个女生 其中一个电钩 Constantine 那个黑人舞演员 就是做过Armastad 叫做Diamond Hounsou 其实大家都对他很熟悉 还有最后的的士司机 现在红了 Saya LaBeouf Transformer 其实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红了 他就被人炒了 我现在炒了 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红了 又不是年轻 又不是年轻 就算是做Lucifer 都出名的 做Lucifer 真的很有名 真的很有名 那些人很熟悉 他经常看到那些 Peter Stromer 他本身是瑞典籍的 他是拍很多电影 他本身是一个音乐 他是很有名 他拍到很有名 因为他是很大 还有其中一位 有个人叫做Belfastar Belfastar 那个是恶魔仔 那个是Gavin Rossell Gavin Rossell 是一队英国乐队 在Grunch时代崛起 你可以说他抄Nirvana 叫做Bush 他在那时候 他还是跟No Doubt的主音 Guan Stefani 结婚 当然 他离了分 他跟Guan Stefani 结婚之后 最辉煌的成绩就是这 我记得他没有出过歌 我记得他 刚刚我们也有提到 他这一套 虽然漫画元素也改了很多 但是他的设定 其实是很过瘾的 譬如他说 天堂和魔界 天使恶魔不可以直接去人间工作 他要透过一些邪恶的人 或者透过一些心地善良的人 去修静 他说我们经常看教育电视 天使魔鬼在你的耳朵里说话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行动 当他要犹豫或去决定的时候 就看谁跟他说话 其实他经这样说 对天使和恶魔来说 在故事中 人间这个战场 他们只能够间接地控制人类去做一些事情 例如 上帝可能会弄一间教会 而里面的撒旦就是做最大的烟草箱 这套东西就是禁煌讲局很厉害 你不能用其他东西去说 你如果说负面情 人家教负面的话 你难道Sidegameson说 社会主义行动 说笑而已 例如有几个有趣的事情 例如他们会有些中间人去帮他们做事 就是那些巫师 相对比较中立的 他们都会开一间D场 给那些天使用运中的按摩玩 那种感觉就是 很和平的东西 大家一般看那些驱魔人 就以为世不两立 其实他们很友善 上帝和那个撒旦 是不是偶尔打压鞭佬 因为他们那种感觉 好像在玩一个游戏 对我来说两边 而很有趣的是 世界观的设定 他们会用一些 我不是很平常想到的事情去行事 例如有幕 我记得他就是Constantin 要去逼供 他逼供那种恶魔弓 Belfast 是的 没错 那一条恶魔弓很串嘴 他说你不是杀了我 我最后你就下回地獄 拿一本圣经 圣经出来 我射灭你的罪 然后很糟糕 因为他一射灭他的罪 他就要上天堂 如果上天堂 他会撞回他的参加 更多参加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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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一幕 因为这个设定是说 这个设定挺有趣的 因为我们一直都知道 上帝会有个儿子 在圣经里说的就是耶稣 但是设定里也会说 其实撒旦也有个儿子 总之这件事是 撒旦的儿子想搞些事 这样 他后来真的搞不定 因为原来 Gabriel和撒旦的儿子 串通了 那么 他想到的方法是什么 立刻自杀 因为立刻自杀 他知道撒旦很厉害 一定会亲自来见他 拿他的灵魂 然后在这个时候 就阻止他儿子 他真的被撒旦的儿子 然后撒旦就夹走他的儿子 其实这些东西是很干身的 其实你看到 他的元素是自制漫画的 就是我们刚刚第一节说 他就是骗够了三个魔王 令到自己的肺癌 会不会死的一段 这个电影里面就是说 他只是有肺癌 但就不知道怎么拆 他也打算搞不定 但是就像Tim所说 他就自杀 一来就可以让撒旦来到 搞定他的儿子 二来就是 他犧牲自己的精神 令到上帝宽恕了他 打算召他上天堂 很认识他的撒旦 就说不行 我会让你这个混蛋上天堂 立刻帮他 医治好他的肺癌 因为撒旦的逻辑是这样的 你一天还在生 一天也有机会犯错 那你一天有机会来见我 是的 医治好他之后 就真的致敬漫画那一幕 他就举了个宗旨 慢慢飘去天堂那时候 对 李维斯就慢慢地 慢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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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起拳头 然后慢慢地 举上去 就是翘上来 慢慢翘上去 那一幕很有型 那一幕 最后就医治好他 那还要救了女主角 是的 亦都拯救了灭世危机 因为撒旦之之上 就是这样 所以女主角的位置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 救了女主角 是的 救了女主角 而且这部电影 给人的感觉是 我觉得 我收货的 我不是太讨厌 老实 因为我不太讨厌 我也不讨厌 我甚至挺喜欢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的世界观设定 他每一样设定都很细致 尤其是很细致 一年之后 不知道一年前 我记得是再前一点 而是其他的《Legend of Sorrow》 或者《Son of Mars》 那些完全是灾难性 但这部电影当时也能收到的 OK的 也有说我打算拍第二集 但一路就没有 一半 大家对评价来说 是很简单的 虽然我自己本人都挺喜欢奇罗里维斯 但问题是他演戏方面 不是肚肚適合他 这部电影是一贯地用回他的 是刘华 刘华加黎明的演绎方法 是在22世纪上的网络那种 又是在这种 他就卖出来 是的 其实设定上是帥哥 他两个手臂有纹身 拼在一起 可以召唤 他原来是其中一个相熟的人 他死了之后 他说要报仇 他就去拿一些价生传闻人 其实他的衣服和道具都设计得好 很漂亮 以一部驱魔的电影来说 打魔鬼那些 你不是用刀叉叉 而是用性水 他想到最后一幕 他消灭那些恶魔仔 灌到一些灑火系统 然后点火 引爆 然后弄死他们 即是他的火机 原来是一把枪的一部分 那枪是会噴火 农艳 拿两个不知什么 如何夹出来 他打火机 一拍 他打火机 基本上很大 比Sippo 还有他挺有趣的 其实他各方面都批判了 有一句对白很深的 就是Constantin他发脾气 刚刚Gabriel走过 Gabriel就串钩 他说 你想上天很容易 我们只需要些虔誠的信徒 我们不用你做那么多事情 他的意思就是 我不需要那么聪明的人 我只要你麻木信 你麻木信就可以了 那种 他当然这一段 我觉得有些是 讽刺神职人员的傲慢 那种不求甚解的昂购 但是我挺喜欢这种 其实 其实在这种环境 Constantin相对 在电影世界里面 都分世俗疾 都令人理解 还有很多作品 去探讨天使的存在 就是 这部电影里的Gabriel 也是这么说 就是说 我是明明早过人类出世的 一个产物 亦都比你们高的存在 为什么你们得到父的爱 但是你们就不断地糟蹋自己 所以他才跟阿撒旦之子 串通 就想着等你帮人类陷家产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 他想说的 是的 这套东西是很重控诉 以一个宗教层面来说 我自己本身没有一个特定的宗教层 就是宗教信仰 但是你看到他那种控诉 是很重的 尤其是 但是我记得很奉事 我记得一句 一个对白就是 是Gabriel和Constantin说的 就是说 你做这么多东西 就是说我们的运作方式 不是说你做 就是你拿了一锅 你可以将功补过 是的 你面对现实 你面对现实 你会负 就是说他有个反自杀的教别 所以Constantin不是很不论 所以他很论厉害 所以他很论厉害 但他又要召唤他们帮忙 这个就是他的性格 而且有一段好笑的 就是帕帕米拉 他们想出战的时候 跟他做祈祷还是祝福 然后他想跟Constantin祝福的时候 他就叫你收屁 这些是对宗教的一种讽刺 但问题是帕米拉本身 他本身是中立的 他不是中立 而是他又懂得 那一个动作是祝福 他本身是一个 但他不相信这一套 他是Voodoo Voodoo中文叫什么 是巫师 那电影的女嘉宾 女嘉宾对的可以如何 是不是 那一套电影我当时看 我很喜欢 因为我当时没有漫画得惯 当时我觉得他这个世界观 是真的漂亮的 而且好像你刚才所说 其实他的内容 或者message 我觉得是很棒的 之后过了几年 然后听到一些人 原来是插爆这套电影 我都很奇怪 为什么 然后才发现 原来是因为 漫画大改了 对漫画大改了 对漫画死中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冒犯 那倒是 这是一个情况 你由一个金法的英国人 黑法 是一个黑法 有少少中国的 中国血统的混血疑 是 演技来说 也是 劉华级 也是没有一个英国的口音 因为女主角是有英国的口音 是变成整件事 还有她有情有义 有情有义 她会去做的嘛 哈哈哈哈 对啊 不过 这套电影的艺术真的不错 真的OK 不 她有各样的设定 就是 那些后期制作 製作 那边 全部是OK的 她有这样的钱去了 所以很可 其实 Kiana Reeves 她本身都有表明过 不介意再拍一集 那 这件事 已经说了一年 一两年 大家不知道 她什么剧都拍的 现在她拍到很冷的 她都 那套什么 47浪人 不是 她之前拍一套 有两个女孩敲上门 然后被两个女孩夹了 那套垃圾她都拍 一夜半女敲门 你看看名字都知道是好东西 我还没看 这些是白痴 我喜欢看的 她这些都拍的 她真的不选戏 她是不是很穷 我觉得她未必穷 大家都知道 其實李维斯 未必大家都知道 可否捐了些钱出去 她说 不是 她人生很灰 她很灰 她很灰 天灾故星 女朋友 打了肚子 撞车死了 撞车死了 一开始是小产 妹妹又死了 她父母是全家产 所以应该不会找她 不知道她妈妈还是她爸是仆街 我忘记了 然后 她真的好像Consentine 那样 其实是的 有些程度是相似的 因为一般英俊 都是很意气风法的 就像陈冠希那样 但是很少人英俊 到她那么颓 她真的很颓 她真的很颓 大家都看到 不知道哪个仆街 她在某个公园 在自己吃三文字 是有人出质架的 我说真的 很少英俊是那么颓 而且她个人 我听说 都豪爽的 因为那时候拍Matrix 很多特技人 每个人 后来都买一部电单车 给她们 她听起来 她听起来 她本身好像没有什么要求 她常常乘地铁 有些人拍到她 又乱乱乱乱乱 而且她的家屋 是一间很普通的屋子 她个人很灰 我看见她很灰 我看见她很惨 为什么她漂亮 真的那么惨 就是她人比较casual 你当她是亲民 也不是亲民 我觉得她真的很惨 都是灰 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 她可能说 金钱对她来说 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觉得一部电影 你不要说是悲伤 那应该反应是OK的 但可能会被人抄襲 可能会被人抄襲 反而我会这样看 如果真的跟原住拍 可能也会挺赶赶的 反而她调整了一个 比较容易入口的 这个是 的 taste 对 没错 因为其实 如果照回原住 一个金法的英国男星 用一个这么沉重 这么黑色幽默的故事的话 说一下 你变成了整件事 尽管是超级英雄 你应该是主流戏 这些是大路戏 你变成了整件事 变成了很迷幻列车 Danny Boyle那一套 有没有看过 Transporting 我罚你去看 OK 你会知道我说什么 你那种黑色幽默的节奏 那种控装 其实Transporting是有的 OK 但我们再说 慢慢来 不说那么多其他电影 OK 而且那时候 那个年代 我觉得那些antihero 其实都不出得很多 所以她的角色 你当Blade死的? Blade不算 算 不是很算 你杀 因为Blade是一个杀屍 不是她打僵尸 她始终也是打僵尸 应该说Blade那种 近乎Punisher 对我来说 她也有自己的code Punisher 我明明是 第一套也不能收 她是一种行走正义的人 但Constantin是更极端 正如刚才所说 那些人会否接受到呢 那就可怜可怜 反自杀 反自杀的意识 我有一幕很记得的 就是她知道自己癌症 还能不能暴烟 然后她特地挖着昆蟲 噴了一口烟汗 接着 Welcome to my world 我这傢伙 真的很厉害 而且你那个主角 你不肯做 如果我是大牌的 我看到那个剧本 哇 你这个这么猴 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形象 都会 我觉得 Constantin 基本上是一个很简单的message I'm here to save my ass 其实这部电影是 I'm here to save my ass 讲完的 其实如果你说再接近一点 反而刚刚收了皮的电视剧 她就接近一点圆著 2014年的时候 NBC出了一部 又是叫Constantin的电视剧集 她的主角就是Matt Ryan 这一个真的入型入格 她的造型 Pops 真的跟足了漫画 我觉得这个好 其樂理维斯好很多 造型方面 你说的 不知造型 我觉得她做的 感觉也相似 因为她真的是个陷家产 不过她也漂白了一点 也未真的做到 像漫画那样的 因为那些就不能播出 因为你始终电视 你不能播出 所以也有点 不过她的 Constantin 她第一集 就已经说回原著 里面 她的小女孩被大按摩 捉够了那段剧情 一开始是精神病院的位置 是的 是精神病院的位置 以及说到她 我很内疚啊 我真的很对不起她 我要入精神病院 懲罰自己 那这样的 其实这里也有一些 不是很配合她的性格 如果你说她有一件事 当然是因为电视尺度的问题 电影也要拍到 禁煙广告那样 何况电视剧 是不会让她吃烟 如果她一点火 就转着镜头 基本上我印象中 她有整饰烟头 还有踩烟头 还有扔烟头 是没有见过她吃烟的 因为这个是电视尺度来说 香港好像不可以 就是说你不可以 有任何影像 看到你呼吸烟 香港我不太熟 你要说回越南 如果你说烟 应该是有点自我审查的 例如之前有一套 那个名设计师 叫什么 是不是Dior 他本身的poster是拿着烟的 在地铁那张poster 都要photoshop走 这个是香港的尺度 我忘记是Dior Ch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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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是不是Chanel Lotterfeld 应该是 那接着呢 在美国呢 美国那种政治正确呢 就是 都挺嫂妓吃烟的 以我理解 哎呀 哥哥那张环照 摆在Faneral那时候 都photoshop搜了那支烟 是啊 今次越过一个剧照 是啊 所以 其实是这些 我觉得有点政治正确过态 那套戏呢 好的地方 就是里面那条 我记得有一集 因为看了那段时间 就忘记了 总之有个 类似上身 会不停吃东西的鬼 Hunger 即是改編自漫画 Hunger那一集 他真的不敢跟我朋友说 你最后都会死 他真的很混蛋 我都没办法 那集 我觉得是13集里面最好看 其实Hunger的电影也有说 Hunger的电影也有说 Hunger电影也有说 Hunger电影 后来神父狂喝东西 其实也是Hunger的 取材至Hunger 一个镜子 有个朋友叫Gary 也是Newcastle 一起失败的朋友 他在北丹 招惹了一个饥饿的大恶魔 其实是没有方法去修这只恶魔皮 唯一的方法就是 将恶魔封印在活人体内 然后饿死活人 令到他和恶魔一起攬炒 Gary来到 都是例牌 搞不定了 帮拖 谁知道他找到方法 封印到一个人体内 最糟糕的是什么 去到那里 Constantin跟他说 他的朋友看着他 这里只有两个人 不是你我 不是你我 即是我 然后Constantin 他的样子当然就是说 他的样子只是不好意思 是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所以很糟糕的 他一直说 I part of you 你真是我的骄傲 然后封印了进去 其实这个人是要痛苦很久才会死的 但是他最后也有些改动 即白化了 漫画就准备了就算 痛苦很久 意思就是 因为纯粹要捱我的痛苦 不 就是恶魔会想出来 所以令到他身体很痛苦 即是他也要和他抗争 斗争 又说我要封锁住你 是的 但是他白化了 就是这个剧集的Constantin 是在床上握住他的手 即是陪伴着他去行人生最爱情 即是叫做有情有义 盡量地 哎呀 一讲一些灵异的就要一点 是的 不过这部剧集就很不幸 去了半季 喂喂喂 喂 Matt Ryan 或者Matthew Ryan 他原来也不仅是Constantin 怎样 原来Assassin's 即是什么 刺客交调 哦 《Assassin's Creed》 《Assassin's Creed》 第四集《Black Flag》 他有配音 是的 我记得也是有配音的 劇集里面 也有其他致敬漫画剧情 譬如救回女孩 女孩在Liucastle被捉了 或者之后出的一些人物 其实大部份都是取材自漫画里面的 无论是敌人 还是他的朋友 不论是的士佬 的士佬 的士佬有个个人的角色 就是Charles Charles Charles 这个的士佬 其实电影也是出过的 电影就是Transformer的小鸟 这个就是胡说佬大叔 就是说他们在一个酒吧里面 他死了 但是因为Constantin 下了一些昂狗咒语给他 类似安全咒 类似安全咒 令到他死的时候 吸收了他身边死者的灵魂 令到他有几十条命 即死亡都死不了 所以他就是其中一个 永远存在的朋友 因为他有四十多条命 所以 永远于古巴本源 无限挡箭牌 每集都死了一次 Canny 很可憐 收回Canny 其实这一套也有几多风雨 本身是二十多集 但只剩下13集 而最好笑是什么 第一集就已经换女主角 阿里你可以多说一下 没有啊 你很难睡 不知道怎么说 哦 那我就说 他第一集 他第一集就说 他有个老战友 他女儿也是有灵能力的 其实第一集跟电影很相似 他可以滴血内的地图 可以看到哪里有妖魔鬼怪 他第一话 就帮他收拾这个女儿的恶魔之后 其实那条大招 就应该是女儿陪Constantin 不停地找灵异血 不停地滴血 不停地找一些奇妙的东西 怎料我看的版本 那些花生东西 就是说女主角和阿米威恩 是不妥的 所以不能再拍下去 第二集就立刻 就要改掉那些剧本 因为很好笑啊 那些叫Prototype 第一集出的时候 说等她自己决定 多数正常的剧情 那条女儿会回来 那条女儿会害怕的 怎料她真的逃跑了 以强行图来说 他都比较漂亮的 以强行图来说 就说那条女儿很害怕 经历了这些事件之后 但是她都滴血了 等着Constantin去找 所以第二集就立刻出了Z的角色 其实是漫画都有的 是一个教团姓女 但她这里也有少少改动 说她有Vision的能力 又是碰一碰那样东西 就可以看到幻角 其实也是帮忙查案之类的 功能路的角色 十三集来说 我觉得水准都不差 我觉得是正常一部电视台 这么多电视台都比这部电视台更差 我觉得这部电视台比这部电视台更好 听说这部电视台的时间不太好 之前我们讨论过这部电视台 还有她的台是一个 杀人不斩眼的电视台 就是MBC 我们统计过她的季 除了John Constantine这部电视台之外 她是一个季度斩了八部电视台 我真的不知道这部电视台 怎样找下去 不过在她收皮之后 Aro就承腰盖客串了一集 而那一集听说是 那一集最好听到的 最好听到的那一集 所以说Legisent Tomorrow 是不是会有她 全季度斩了 全季度斩了 而且现在说了 这个Justice League 就未必有真人版 但会有一个动画版 动画电影 动画电影也是找了Mac Ryan配音 配上Constantine 其实华立知道这个演员是受欢迎的 因为她就算在其他评分网站 都给不错的分数 叫好就不叫座 所以 所以 Aro 我们看Aro 最麻烦是什么 她又不能够出场 所以 永远都要靠Oliver把口 就是说 阿迪奥 阿迪奥问他 不如我们也叫Constantine 来帮拖吧 他最近下了地獄 不如我们也找他帮拖吧 你又可以介绍了个朋友 对 他介绍了个朋友 一样一样一样 我想当然是他跟MAC 一个版权的问题 我猜是 或者是 我猜是 我猜是 有得谈的 因为Supergirl都走了过去 现在在这个情况下 因为之前大家有一个很大的动作 是想 保持Constantine 保持Constantine 是一个签名联署的动作 而 当然 这件事现在没有发生 即 发生不了 发生不了 现在这样的情况下 会不会是 会这件事 会移至到另一个线组 可能就要指引可待 其实也不会 因为Aero和Fresh的主持人 已经正式把Constantine 纳入CW的Universe里面 即是confirm了 但是 因为CW本身有另一套 靈異类的节目 就是Supernatural 如果你要强行多一套 同类型的 其实我想他都怕 可能收视或观众群的影响 放它进去就可以了 是 其实转电视台 也不是没有的 我有一套 例如Strike Back 也由英国电视台 转到美国电视台 看看你的交易如何谈 正如大家所说的 一套一套一套 他不是没有intention 他这样做的 说到尾也是有数字游戏 我认为这套劇 就没办法 再弄一套叫Hellweiser 都应该不行 因为CW手头上有四套劇 都是DC的改編 然后Fox会开一套 叫黑闪电 黑闪电 黑闪电 所以Fox开 Fox开 跟Fresh和Aero同一套 我估计它会是同一套宇宙观 但是Blackboard很难拍的 看你怎么拍的 虽然我也知道 他在漫画里面是三四线的角色 Blackboard的历史是很重的 你当年 Luke Cage Luke Cage Luke Cage 那么受欢迎 是有它的原因 而是它是一个近现代的Luke Cage 人肉放电机 黑鬼 有很多东西可以说下去 Luke Cage 那几天Netflix就可以看了 星期五 9月30日 Netflix上架了 我们就拭目以待 大家还有什么想補充 女嘉宾有什么想说 我真的很抱歉 你很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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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电视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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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叫你唱 你会唱 你会唱 我不会唱 这个你是很典型对女生的 stereotype 女生一定会唱 喂 我有说过我是平权人士吗 傻的你 好啦 大家有什么分享一下 可以跟大家说 下个月再见 OK Bye